哈囉大家好我是OneGame去肯花花 今天跟各位介紹的是瑞典5.7分房的STRV-74 瑞典縣不同於其他幾個後面出現的國家前期有許多外援坦克 瑞典縣上除了STRV-M41-S2 形式德國的38T外 每一台都是獨有的坦克 如果說義大利縣的特色是沒有裝甲就是最好的裝甲 那瑞典縣就是再加上一條小車載大炮的屬性 雖然沒有裝甲但是它絕對不是你可以忽視的小東西 自STRV-M40-L到STRV-74還有兩台PVKV-M43坦克兼機車 都是使用同一種車體爆改砲塔而來 但是有一點我就不明白 原明STRV-M42-DT就有一台非常好的發動機 可以輸出410匹馬力 為什麼到了STRV-74用的卻是一台不夠 要兩台加起來才有340匹馬力的發動機 車體比前一代重了2.5噸 發動機輸出卻少了70匹馬力 蛤? 前面說過瑞典縣和一代一線的同樣的特色 它的防護能力我們就不多做討論 就是記得要把它當作裝甲車來玩 在前期大家都還是用APHE的時候 被打到就是直接過世 再來說說火力部分 瑞典前期每一台坦克的主砲 在同樣房都是OP的存在 1.0開始的所有37砲都有APDS 我就問你怕不怕 2.7的75砲看起來正常 5.0升到149毫米穿升也算正常 欸等等 你那4.0怎麼回事 162 等一下 剛剛那5.0好像也怪怪的 3.9秒連射48 2.8 到了5.0的1963年型PVKVM43和這次的主角HCV更是突破天際 258毫米穿升的APDS 你把它拉到7.0它也可以打 所以不要擔心 當你打到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是直接過世 更何況別人還不一定知道你是從哪裡打來的 因為你有可以站在奇葩位置 俯瞰全地圖 攻擊全地圖的-15度伏角 這才是瑞典真正的OP的地方 不過有得必有失-15度伏角帶來的是你 炮塔會超級大顆 許多DI的牆會沒辦法躲 或只會被發現 還可以對車廂塔塞APHE直接讓你 除此之外 他就是現在非常強勢的坦克 接下來 就讓我們開始吧 。 NICE Tiger King Burst Tiger King Burst 我是好人 B點隊友還是被M8幹掉 Tiger King Burst Oh shit, so many Tiger King Burst Tiger King Burst Tiger King Burst 好多喔 漂亮啦 Tiger King Burst Tiger King Burst Tiger King Burst A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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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哇 What the fuck 這樣都可以射片 直爆 nice 絕地大反攻 這場 算了 後面還有一個 是呀 7殺7助攻 1殺7搭 1殺7 Indans djembf djembf 来吧 哈哈哈哈 sorry bro 好 刺刀 刀刀 刀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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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